本来自周堪森大家族有一次报告火车,还有整整十个钟头才到站,旅客们对着9%的手机电量和微弱的四季信号陷入绝望,漫长的旅途更加难忍,睡着的醒一醒,没事的别装睡了, 一声小亮的吆喝,搅滑了车厢沉满的空气,全车人顿时来了精神,火车上最令人期待的节目,带货王金牌推销人专场即将开演,一节节车厢如同天然的流动舞台,推销人马里方唱《把我登场》,激情四射的像五湖四海的观众,展现自己的开家绝活,全程都是配道具的精彩表演,只要你给个门票钱, 还能赠送纪念品,单口相声,大家好,我是这趟火车的列车长,故意停顿五秒,派来的,全中国最厉害的相声演员,火车推销人占了一半,说学都畅扬两精通,各位亲朋好友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看这里,火车不是天天做,游会不是天天有,抽烟伤费喝酒伤味,买个燃烧最实惠。 刚才有个大姐问,这个火辅长了可不可以不买,不是这样的啊,朋友们,不长也可以买,爱情最喜闻乐见的主题,包扑一斗一个响,手机没了电,爱情断了线,充电宝31件,做你的爱情加油站,跟女朋友热烈聊A戏,的小鲜肉掏钱了。 这位大哥给媳妇,买了两袋蒙古奶杯,简直事情深深与蒙蒙,赵薇爱上苏友鹏,下辈子我都想嫁给你,想在老婆面前献殷勤的,老油条掏钱了。 压州大戏是一种只在火车上流转的神秘密件,来没离过,这是一种新疆人也没怎么听过的西北客产,在火车推向人蛇若灿连的口才里,绽放出堪比其真意过的光芒。 据说钱或出炼,能识出爱情,这下把广大单身群体也拿下了,总之他们是最有脑筋的段子手。 威胁的开场败,突破人的心理防线,抽丝剥剪分析,掐准实际推荐,就算在冬天的卧铺车厢也能卖掉一箱奶油冰棍多视频,看听听这位能人怎么说惊,显得既大家四空见惯的替护刀挂钢盆,平地摔陀螺,将将手套吹气球指示小儿科,要说杂技派的扛把子人物,还要说卖皮带和卖丝袜的大哥大姐, 为了证明腰带是真牛皮,卖皮带的恨不得,把它当场煮了吃,紧接着又玩出了一百种花样,先是用皮带啪啪啪的球桌子,然后系在行李架上拧来拧去,最后尽快这皮带,把自己掉了起来做引体箱上,别不信,拴在腰上就可以蹦极了。 当这个车厢正在表演,皮带半空中飞人,另个车厢里丝袜半刀枪不入,也在轻轻奉献,红湖水浪打浪,我们的袜子不一样,疯狂的袜子专场上,各种扯,各种丝,各种拉,以及用带尖的竹签拼命划拉袜子, 以证明金灯又金踹,金踢又金踹的袜子不是传说,看完惊醒刺激的杂技表演,不少精魂未定的旅客边哆嗦边掏钱,准备买几件,防身护体,行为艺术几乎每看后绿梯火车,都能遇到一个举着黄瓜弹效丰盛的销售员,有的让你每销黄瓜面膜刀,保准你从车头每到车位,只要黄瓜足够长,轻松卷到太平洋, 说着这位型艺术家当场开始香黄瓜,美滋滋的往脸上浮,护着一脸黄瓜片满车厢乱窜,架不住他的热情推荐,车厢里的绿帘越来越多,还有为了卖洗水毛巾心神圣症的大哥,要么刷的把头扎进水桶,要么一盆水当头浇下,用毛巾使节擦底下,激动的展示,看,头发干了,他洗了两次头,抹了三次的, 又唱又跳,异常卖力,得意双心也不过如此,虽然这位大叔的板算短的像冬花上的清茶,但没人质疑他的头发,究竟是擦干还是自己干的? 十八节车厢,一次起过来,再好的头发都得洗脱了,面对这群为艺术未生活献身的人,没有买上八套小皮刀,以及十条毛巾绿表敬意,行为艺术这种高风险表演,玩了好就是马堂彩,玩砸了也很尴尬,听到十块钱一条送花江鲤鱼的吆喝, 全车人都骚动了,随后,指定一个大妈拿来一条摇头摆尾的玩具鱼,跟六狗一样拖着满车厢跑,刚才拍着大鲜鱼的旅客都闪了眼,卖鸡腿的大哥,为了证明鸡腿很香,冲着一车人连尸大啃,结果把自己撑的鸡打宝格,卖榴莲糖的小姐姐, 鼓励大家用瑞士吃,每几分钟整个车厢,好像被琉莲轰炸过,只能庆幸推销的不是韭菜盒子,互动游戏喜欢跟观众做游戏的火车推销员,深爱些理学且熟读冰法,三十六季性首年来,百事不爽,卖乌梅的小哥笑容腼腆,先发一圈梅子给大家助助兴,套话不多,只是每次经过某姑娘的座位时, 都要问一句买不买,说了不买还得要送她一颗,欲擒故纵,反复几趟,姑娘很不好意思的买了两包,小哥羞涩的笑容意味深长,坚持通常是一种美德,有时是一种技术,卖耳机大叔脖子上,画着一大捆像麻绳一样粗的耳机线,瞧一瞧看一看,过了这个村,我在下个村等你,二十分钟后, 他上又解释地却回来了,还有没有回心转意的,竹炭牙刷没人买,销售大个活用空城剂,他先从篮子里摸出几套,拍在小桌板上,性高采烈地冲着车厢喊, 这位先生买了五套,找你二十五块,祝你旅途愉快,然后若无其事地把几张人民币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来又装回去,整个过程气定神闲,行云流水,离他最近的旅客木登口袋, 车厢后方,已经有人蠢蠢欲动,特邀嘉宾比起热烈又浮夸的百货推销员,首推餐饮车的售货员显得云淡风轻,然而他们才是火车上深藏公寓名的大佬,经典的对联式叫卖,啤酒饮料矿泉水,花生瓜子八宝粥,胳膊腿二收一收, 竹子降下的热合法和切块水果,以及永远走不满的最后一趟,让他们成为火车,上次让人惊奇乐道的传说,图白之乎而特里高飞,如果有人在火车上内急,为了九牛二虎之力,也难以穿过黑压压的人群,接近车厢那边近在眼前,愿在天边的卫生间,那么他将无比期待这辆装满零食和饭的铁皮餐车悠悠催过, 角度没地方放得过道而愣是能来回推,并在人头传动中,开出一条通向如此之地的救命之路,这就是首推餐车销售员让所有人嘖嘖称奇的拿手绝活,凭这一点,餐车销售员奠定了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,如果你也能对这场年度大戏上的节目如数家珍,那么咱俩估计,是租过同一趟火车。